你以为的航拍调色 实际的航拍调色 D-Log M作为低配版的D-Log 最近的出厂率非常的高 OK3、L3、Minis Pro和Action4都用上了 那应该怎么调色才能避免这种惨白或者死黑呢? 今天我就用一个新手必备的套路 分区曝光调整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是阿殿 欢迎收看黑Jones 我使用的软件是达芬奇 它最良心的就是有个免费版本 大家可以直接去官网下载安装 另外大家记得到大疆官网找到自己的设备的主页 点击右上角的下载 在软件与驱动里下载D-Log M的还原LUT 然后打开达芬奇 双击这里新建一个项目 点击右下角齿轮图标 在色彩管理里打开LUT的文件夹 把LUT文件放进这里就OK了 接下来就可以调色了 导入想要调色的D-Log M片段 右键片段新建时间线 取消使用项目设置 在格式里面设定分辨率和帧率 然后进入调色面板 调整一下界面 打开试播器 这里我们会主要看RGB分量和矢量图 多一点 调色思路还是三步走 还原局部调整和风格化 这次我会用六个节点来实现这个套路 第一个串行节点还原RAC709 第二到第五个节点是并行节点 分别调整天空地面主体和曝光平衡 第六个节点调整色彩 选中第一个节点 右键选择LUT 选中你下载的D-Log M的LUT 然后选中第六个节点 我们先大致定一个基调 把对比度调到1.2 饱和度加到60 这时你会发现天空偏亮地面偏黑 而且中灰部分有重合 这时如果你想要突出云层细节 地面就会太黑 如果你想要拉高地面 云层就会过曝 无法同时拉出对比度 这就要用到中间的四个并行节点了 接下来选中第二个并行节点 我们来调整天空 点击蒙板 选中渐变蒙板 拖到画面上方 按Shift加H 可以看到蒙板影响的范围 调整到覆盖天空 且自然过渡到地面即可 大幅调低中灰 把中间云层的轮廓勾出来 稍微调高亮部拉出对比 调高暗部 让中间和左边的云层显得别那么黑就OK了 右边的部分等一下再处理 选中第三个节点 我们来调整地面 同样点击蒙板 选中渐变蒙板 拖到画面下方 调整到覆盖地面 且过渡到天空即可 调高中灰 把地面楼宇的曝光找回来 为了让天空更显眼 这里地面的亮部和暗部都可以稍微压一点 可以看到调之前是上亮下黑的 调完之后整个画面的曝光更和谐了 选中第四个节点 接下来就是拍摄主体了 这个画面的主体 其实就是画面的中央部分 所以我们选中蒙板 新建一个圆形 调整形状和渐变 覆盖中间的云彩和大楼 把过度调得更自然 然后拉低中灰 同时拉高高光 让云彩和楼宇更加鲜亮 看看调整前后的对比 局部调整了中心部分之后 整个画面的重点就明确了很多 然后我们选中第五个节点 因为画面右上角的区域偏暗 所以说这里我们得平衡一下曝光 同样点击蒙板中渐变蒙板 拖到右上方 过度可以调大一点 先拉高整体的曝光 也就是这里的偏移 然后拉高高光 突出云层 调完之后 整个画面的曝光就更平衡了 最后选中第六个串行节点 我们来调整色彩 之前已经拉高了对比度和饱和度 这里可以再拉高中间调细节 进一步增强云层的轮廓 然后调整一下色温和色调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想要做一些风格化 比如澄清色调 可以在这里把亮部往橙色拉一点 把暗部往青色拉一点 最后咱们来看调色的效果吧 那还是那句话 调色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事情 如果你觉得不好看 那就说明你觉得不好看 咱们的重点应该是在技巧和套路上 那想看更多有趣的无人机视频 别忘了订阅我们黑Jones 好了 观视频之前 别忘了翻出自己的素材 试一下这个套路 如果你还有什么调色建议或者技巧 欢迎弹幕或者留言跟我们分享 我是阿殿 我们下期再见